今天这个预防团体的这样像您这样的人特别的多 您现在能不能 对您现在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云南 所以说给人留下很多印象 就是好像云南的艾滋病的状况比较严重 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云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客观的说云南报的数字是多 是因为云南检测的多 云南在那个艾滋病检测方面是发展的 在国内是最早的 当年疫情是很重 但是的话因为说比较重视 那检测的多 所以检测的基数大 那检测的就多 你没有检测并不代表没有艾滋病那个 那个HIV携带者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小的罗女士 我想是不是一定说的对不对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在中国流行的时候 是因为云南嘛 因为靠近边境 就所谓那个毒品金三角地区 那时候就是说艾滋病是高发区嘛 就是说所谓的跟原来不是说传播 这个这个这个吸毒者是比较比较一个高的一个 那么现在呢 这个传播途径转 刚才罗女士说现在主要是性传播 所以那么云南就跟中国其他省份来说 那么就是说相对来说应该要少一些 但是从这个历史上的原因 云南一直属于高发区对不对 对对对 它基数比较大 对 然后现在的话就那个从文献上来看 新疆其实现在是 相对来说疫情比较厉害吧 新疆那边的毒品 就是那个注射的那个患者 感染者可能是比较多的 从现在的那个文献报道上看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就大家 怎么说呢 国家对这个是相当的重视 从这些年不管是那个检测的设备 还是试剂方面都投入的很多 这个我们是工作人员 这个说的我觉得很多 可能有些观众看的有些偏颇吧 国内在这方面确实投资很大 现在原来像我周围的有些人就是说 同行吧 他们接受的是那个国外的 国外的就是说接触的那个培训啊 怎么样比较多 而我自己所在的那个部门的话 确确实实是国内的投资 这个我觉得不能否认我们国家 这方面的投入 然后就那个说那个 就是说现在国内的有些 什么用针头啊扎人的那个挺可笑的 是这样子 作为我来讲 我大概是 我06年的时候 有一次职业暴露 那那个服了一个月的 那个服了一个月的药 其实当时评估的话 应该说是没有太大风险的 但是的话 出于我自己的要求的话 那个叫什么 疾控中心那边也给了 就是说也同意 就是说让我服用了一个月的 那个脊胃酒疗法的药 然后经过三个月半年 一年的检测 那我没有感染 实际上现在 现在你说拿针头扎人的那个是 其实很可笑的 即便你扎了 经过评估以后 你自己愿意 你也可以服用这个药 所以没有什么风险 我觉得应该说 大众应该没有必要恐慌吧 我要加一句罗女士 就是说当然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要客观的说 中国的确做了很多事情 从这个教育上 从检测上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就是说现在中国 全国的各省市地区 都有艾滋病患者 就是已经普及全中国 这个跟1983年85年来说 那是只有两个省 或者后来 现在是全中国都有 所以在这个我们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公共卫生节目 所以我们要让中国的观众知道 就说这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就是说对 其实现在的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大众对这个的看法有偏颇 为什么呢 我接触的人都觉得 艾滋病离自己很远 没错 大多数是这样看的 没错 所以我们就说 但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说 HIV携带者 你是不知道的 因为像我们到那个 原来吧 可能就说 那个查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疾控中心那边 做那个 做那个就是告知 但是现在告知已经是下放了 那也有机会接触过这些人 其实看上去都很普通 所以的话 虽然是周围的人 自己就说对这个认识 认识不够 而不说是政府 就是说在这方面 是不是报的数字有隐瞒呢 那些 因为现在就这样的那个报 你就像您说的 报你检测出来以后 确诊以后 马上这个数据 是要传到疾控中心的 罗女士 罗女士对不起 因为我们今天那个 现场节目的时间呢 这个非常的紧张 我们还有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不过我们非常感谢您 作为一个云南的 艾滋病防控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防控工作者呢 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 提供这么多非常珍贵的 一手的这样的资料 也非常希望您以后啊 经常关注 美国之间的保健原地节目 谢谢您罗女士 我们线上还有一位 是青海的王先生 青海的王先生 我们接一下青海的王先生 王先生在线上吗 我想 我是请问一下 我是在这个 秦藏高原 就是在 青海跟这个 西藏的边界 就是我们 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 就是特别在我们 春季 10月 15月 的时候 就是挖虫草的时候 就是 无神区的就是 藏民族啊 惠族啊 韩族啊 好 其中一个 我们这个地区 就是那个青山高原 汉基高原 这些挖虫草的时候 他们的游戏经历 就是拿着机会 这个来 就是这个地方来 就是这样子 传播的很厉害 但是这个国家 这个方面 王先生的电话 好像断断续续 我不是赵博士 有没有听清楚 是他要说的是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大体上他是说 他是生活在这个 青藏高原 这个附近 那么就 在您的这个了解 青藏高原这个地方 这一带 比如说就是青海 西藏这一带 这个艾滋病的疫情 情况怎么样 现在刚才我说了 就是现在第一 就是说现在的艾滋病 已经进入了全中国 所有的省市地区 所以青藏高原 也不例外 是 那么但是从具体流行的 这个这个高低 我实在是 还不是太清楚 但是就是说 不管怎么说了 还是回到刚才 那个罗女士说的 就他提了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艾滋病患者 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所以所以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一定要 就像刚才说了 要洁身自好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 我们这个讨论的部分 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线上还有一位 是从印度打过来的张先生 还在线上吗 张先生还在线上吗 好像已经不在线上了 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赵博士谈一谈美中合作 防控艾滋病这方面 美国是这样 就是说美国在艾滋病 这个防控工作 是实际上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从这个经济的角度 美国是在世界上是最大的这个捐献国 你比如说是这个是2003年 美国前总统 朱尔布什总统 搞了这一个 叫个全球援助计划 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五年了 五年了 美国政府向全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非洲南美 已经送出了大概180多个亿的美元的资数 那么所以今天的这个 不是刚才那个 Anthony Fauci博士也提到了 就是现在全世界有400万人 已经得到了药 那么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非洲 通过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这些科学家 医务人员的密切合作 那么在中美之间 也在有很多的 不同种的合作 那么就像刚才说 我们基金会 那么在美国还有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 比如说iTrip 是一个项目 那么就是现在都到中国去 跟中国的各省市 包括全国的这个疾控中心 在各个层次 都有不同的程度的合作 我想让您谈一下赵博士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